週二 美國總統拜登在訪問威斯康辛州時發表演講 繼續為其1.2萬億美元的大基建法案爭取支持 儘管兩黨議員已就拜登的基建法案達成初步協議 但仍需得到國會的廣泛支持才能實現 為此 拜登繼續為這一法案爭取支持 拜登還羅列了協議中的其他可改善美國基礎設施 和人口生活質量的措施 包括投資公共交通 更新國家電網等 不過 在這項兩黨互相妥協後達成的協議中 也包含了民主黨積極推進的綠色能源 和氣候變遷等內容 就在上週五剛剛宣布達成這一兩黨協議後 拜登就威脅如果基建法案中 沒有民主黨支持的育兒補貼、家庭護理等內容 他將拒絕簽署 立刻激起共和黨人的強烈反彈 迫使他在週六收回了威脅 參院民主黨希望能在8月休會前 通過這項基建法案遞交給眾院 並在9月底前交給拜登簽署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